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今天又有些東西和大家是unboxing 那就是美國在Amazon 特意按回來的Steam Link和Steam Controller 那這東西其實已經出了一年了 那今年得價的時候真的買來和大家unbox一下 提早聖誕禮物 因為其實是划算的 那Steam Link 馬上打開盒來看看 等一下 一個獨棍在家中半夜三更沒有人幫忙炸機 只有一個手unbox 是差不多的 那我打開盒子 看到一個小小的盒子 那你說它是像Nexus TV也好 什麼叉也好 或者像小盒子也好 無所謂 那這兩樣東西都很強調是Assembled in USA 那你怎麼看 它都是像Made in China 那後面呢 你會看到有兩個USB 前面有一個 三個 HDMI和LAN線 為什麼LAN線那麼重要呢 因為Steam Link 本身自己是不會run game的 那所以呢 所有的遊戲都是在你的電腦的Steam那裡 拿出來 所以它叫Steam Link 那你抽到它的底下呢 那Click Start Guide 看來都無謂啦 丟啦 那一揭開 你可以看到裡面 一定是世界的電壓的了 那些抽東西又是卡住的 那打開 你會看到 不同國家的插頭全部都齊了 那當然它Pset就是 Default是美國的了 一定 那我們換一個香港或者英國的先 幸好這個世界還有英國人 如果不是呢 應該不會 include 有香港人用到的插頭 那它送了幾條線的 那 比較奇怪呢 就是它送LAN線 因為有人可能家裡真的沒有LAN線 它送HDMI線其實都預料了 因為你駁得電視的 不送HDMI真的抓死的 是不是 但是它送LAN線 就是呢 現在呢 通常有WiFi的東西呢 是不會送LAN線的 但是它都照送LAN線 因為LAN線對Steam Link來說 真的很重要 但是很遺憾呢 我家呢 如果能拆到LAN線 就不用用Steam Link 大家都是這句啦 廢話來的 那接著就是Steam Controller 這就是Steam Controller 這也是Steam Controller 就是Walve 出給它表現新Steam OS Steam Machine用的 專用Controller來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 用這個Controller 玩到任何的電腦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那兩個其實是Touchpad來的 那所以呢 你可以絕對當它是Mouse 這樣用 而用Touchpad來打字 大家也都 每天都做的 手機也是這樣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玩起來 完全沒有難度 但是呢 看真點 那個手機 它又是說 Assemble in USA 但你怎麼看 它都是 比Made in China 那些就是 交chip到呢 那個XYAB 印上去的時候 是可憐 直接用可憐 輕輕地印上去 一打開箱 你拿上手 那一股山寨味 是飛出來 如果它不在Amazon買 我嚴重懷疑 它是比一個淘寶貨 那 但是這個 鍵的設計呢 雖然是這麼膠 雖然是這麼廢 但是 用來 它又有一點驚喜 尤其是打開背部 看一看 那它有一個 後面有兩個按鈕 那大家看到 Xbox的Elite Controller 都加了幾個按鈕 那證明後面有按鈕 是有用的 那但是 大家打開箱 一看 原來 入電池呢 是在左右兩邊 進去握手那裏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當然令到你兩邊 沉實一點 握的時候 那個平衡感 會好很多 但是 也是非常脆弱 尤其是它 移電出來的東西 那個機制 是非常脆弱 它有這麼山寨的 那這個Build Quality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究竟 什麼時候會倒下 OK 它寫Assembly in USA 我沒有騙你的 那整體來說 這個手掣 真的非常之便宜 我告訴你 是極便宜 哈哈 如果這個 是300元 我是 Black Friday 買才300元 而一個大陸 的普通 Xbox One手掣 是300元呢 那我 真的打死 用槍指著頭 我都不會買這個東西 OK 那這個是無線的Dongle 那希望大家 就這樣用普通電腦 或者是用這個Steamlink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這個Dongle 當然它有送電池 是的 那Kickstart guide 都是看來都罷了 那這裡呢 有送了一個 無線的延長器 和一條延長的USB線 那希望大家 如果放Steamlink在電視櫃的話 有時候會被電視櫃 阻礙了一個信號 那可以拼出來呢 那就 比較容易 Direct一點 就不會妨礙 那延長線 就這樣拆回去 手掣那裡 也可以當有線手掣用的 那我們 剛剛開始 配對手掣先 按一按中間的鍵 類似Xbox 360的控制 就可以了 那 Steamlink呢 雖然沒有在香港正式發售 但是 Steam本身已經有 繁體中文的關係 那裡面當然也有繁體中文 那 我們reboot之後呢 回到來 你會看到 咦?為什麼拍了手掣呢 因為手掣震 我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那其實呢 他直接把 處理器那個 處理當時的震動 傳到手掣 告訴你 他正在燈 因為Steamlink本身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燈的 除了LAN線的燈 所以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燈 他竟然傳到手掣 OK 那這個就是我家裡的Network 5GHz 我不知道 我就在旁邊的房間 只有那兩米 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有兩格 心想 這個一定死定了 但是 咦? 出奇地是沒事 那我連了Wi-Fi之後呢 按自己的電腦 他會打個Code給你的 然後你跑回到自己的房間 入個Code就可以了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的Code不一樣 你會剪接關係 OK 那出來呢 你就已經看到 Steamlink裡面呢 有你裝過的遊戲 那你選一隻 你已經裝了的 進去玩就可以了 那 示範Mouse Keyboard 這個操縱方法 最好的呢 當然是玩Sivilization 那當然玩完Sivilization之後 我就試過其他功能了 因為他基本上呢 不單止是 可以出到Steam的畫面的 它是出到你整部電腦的畫面的 那即是說 你可以在 即是Steamlink是完全不用自己 run任何program的了 可以自己用回 出去用work browser 自己看Netflix 自己看YouTube 自己看Facebook 自己看什麼都可以了 它有Keyboard 有Mouse 有scroll wheel 什麼鬼都有的 OK 你直接當它是一部remote control的電腦 用就可以了 OK 然後之後呢 那不是Steam的遊戲怎麼辦呢 例如我有Witcher 3 那其實是在GOG那裏買的 那一樣呢 你在Steam那裏 加這個FaceSteam的產品 按回你GOG那個 Executable 就是那個程式 那個exe 進回去 你一樣是開到Witcher 3的 那接著呢 你再按回手鍵的設定 因為呢 它不是自己的遊戲 它自己沒有手鍵設定的 那你上網下載別人已經 弄好了的手鍵設定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鍵 就當成XBOX1 或者X830的手鍵 這樣用的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因為它同一時間 是一個手鍵 也同一時間 是可以當你HeberMouse這樣用 是啊 到時候你坐在廳 開一個Steamlink 可以上Facebook和人聊天 你不用再用電腦的了 當然你要先進房間開電腦 那這個是最快 最簡單 最有效的 可以用到 你房間的資源 搬出廳 你不用搬HDMI 不用什麼差什麼差 它這個Streaming 是非常非常之強大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Civirization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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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意料之中 大哥 這個是靜態遊戲來的 但我跟你說 你講過了 我玩Richard 3 Richard 3這樣厲害不厲害呢 那我這裡拍不到 因為我一個人 打Richard 3的時候 要兩隻手按 我是說不到給你聽 究竟它有沒有厲害 但是 可以老實跟你說 是完全沒有厲害 因為呢 那個遊戲的質素 出的時候呢 就是跟回 你自己電腦的Display Card 有多厲害去出的 那出了之後呢 再加非常之小的 Encoding的CPU Power 出回呢 就可以經過你的Steamlink 去到電視 是1920X1080 當然我Richard 3 是出到1920X1080 出到電視的時候呢 是竟然是有58FPS的 好老實講 大家都看到 我是拍過這個 Richard 3的片的 那些片 我就這樣開過 拍片的program 隨便 都出不到 60FPS 就是說這個 Stream出去的Encoding 是更快 比我拍片 你明白嗎 那個Input lag 是1ms 是1ms 1ms 即是1千分之1秒 甚至是小 其實真的 跟你就這樣坐在房間 用一個 無線的Gaming Mouse 是沒有分別的 那就是說你Input 是完全感受不了 有Lag機 而且你的FPS 也會去到50幾60 哇 我是只有兩格WiFi 剛剛才看到我只有兩格WiFi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如果我是插線的話 那基本上它是不用Compression 因為我現在5GHz的WiFi 已經是 基本上100個Mbps 的Router的Fullput 已經用盡了 所以 Compression也很低 但是如果你插線的話 Compression更加低的時候 你又不會起格 你又看到高清 1080p 還要是 撐多60格 還要是 沒有Input lag 天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完美的東西 而它又賣得這麼差呢 OK 那希望 WiFi 在Build Quality 即是手掣方面 還有Steam Link 的推廣方面 做得好一點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正了 除了手掣 真的很膠 和很山寨之外 我對這件事 是沒有什麼批評 OK 再次多謝收睇 我們 下次再有什麼unboxing 再和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LIKE Subscribe 分享給我留言 不是現在買不到 因為我朋友自己想加追 Steam Link 是沒有貨 真的沒有貨 因為它19.99美金 是啊 大哥 它本身賣50元 它過了一年之後 都是賣不出那些倉底 Amazon買19.99 大哥 真的很貴 好正啊 我真的流了眼淚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